大家好,我是Stan 8月1号,韩国千万直播网红Giyang发布了标题为 最后的解释影片的影片 因为内容太离谱,再次引发了韩网的共分 我们先快速看一下目前为止整个事件的经过 Giyang在上传第2次解释影片时多次表示 因为涉及到痛苦的私生活,他原本不想把这件事曝光 而在数千个证据中,他也只公开了极少数尺度教授最起码能公开的部分 最终威胁Giyang的三名网红的录音证据全部曝光 他们的频道授意被停止,其中两位甚至被检方逮捕了 本来这个争议就要这么平息了 但是最初拿到并公开这些录音的频道Caseon 因为未经Giyang同意就将这件事件公开 而被很多网友们批评后,感到非常愤怒 就反过来开始攻击Giyang并表示 Giyang的遭遇虽然很可怜,但是他说了很多谎话 他在见到前男友之前就已经在声缩场所工作 两个人是在那个地方认识的 他曾经也用别人的名字去整形违反医疗法等持续的攻击他 而昨天上传的最后的解释影片 就是针对这些内容的回复 因为在影片中公开的内容实在太惊人 有很多令人不舒服的地方 所以就简单整理了一下 在影片中公开的影片录音以及Kakoto截图的重点部分 首先钱代表,也就是Giyang的前男友 对他做了不好的事情 然后在得知Giyang怀孕后 钱代表带他去了光州的一家妇产科医院 到达后他告诉他不要说话直接进入手术室 但Giyang当时并不知道是使用了谁的名字登记 最近有打电话询问过也没找到记录 如果就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倒用了别人的名字接受了手术 自己会接受相应的处罚 然后也公开了很多钱代表实际的录音 与律师和谋夺取收益和投税的录音证据 接着Giyang表示 自己与钱代表第一次是在一个酒吧认识 当时并没有在声索场所工作 因为钱代表的命令才在那种地方工作 甚至钱代表还想让自己去更不好的地方工作了 之后在两个人分手后 钱代表还是持续的要求金钱和身体 如果不想给身体 就要每月给他5000万韩币 要不然就是2000万韩币加身体 现在说的这些不是Giyang单方面的主张 而都是有通话录音卡托截图证据的 目前Giyang已对持续造谣的卡塞昂频道提高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太震惊了 这居然不是电影而是真实事件 令人难以置信 不知道Giyang是怎么熬过来的 真是让人心疼 不是 是吧 为什么失败者要公开到这种地步 真的是狗家伙们 在看影片的过程中 因为实在太难受 所以中途跳过了 我不敢看影片 单光看文字就让我流泪了 真的希望这次能够赢得这场斗争 让那些坏人都受到惩罚 真是公开了所有内容 甚至让人觉得有必要公开到这种程度吗 他当时一定很害怕 所以一直在持续收集证据 希望他现在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 看完解释影片后 只有一个想法 真心希望Giyang 以后都能过着幸福的生活 对于这样最后的解释影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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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